他很像 但是還差一個格式化 對那剛剛是在這個其實 i 就等於那個剛剛的 row 列 對吧 那如果我要格式化 剛剛是用那個 test 函數 不過在 VBA裡面他不叫 test 他換了一個名稱 他叫format format 可是用圖用法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改成format 後面也會跟各位提示format成什麼 豆點 一樣給他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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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個零好了 瓜糊一下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再把它run一下 執行 你會講 欸 奇怪 我明明已經寫完了 那為什麼我run了之後呢 他沒有反應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要讓他正確的話有個問題 就是這個範圍怎麼樣 因為你輸出雖然是文字 可是你的格式還是 數通用的 數他還是自動怎麼樣 會幫你怎麼樣 改成 什麼 數字 輸出 所以即便你零零零 前面有零 他自動怎麼樣 放到零零去掉 所以有時候你在輸入 手機號碼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 零自動不見了 那怎麼辦呢 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文字 對不對 欸 那你想說文字 你總不可能說你要輸入之前 自己手動 改 那這樣不太合理啊 那我可不可以怎麼樣 當我要輸入這個值之前 自動把那個儲存格改成文字 再輸入值 那這樣不就是比較合理 那問題我要怎麼做呢 其實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小老鼠 也就是說這個文字 你按制定的時候呢 它裡面的格式 實際上就是一個小老鼠代替 就表示說呢 小老鼠 就是指的是 裡面要放文字資料 OK 那我們怎麼樣喔 可以在 輸入 這個資料之前 先做一個格式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打一個sale sale時喔 再來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前面那個瓜糊先不要打 你就先點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瓜糊點喔 它不會有出現 提示 但是你不打瓜糊點 它會出現提示 你瓜糊後打 那這個sales指的是全部的sale 全部的 所以如果你忘了加瓜糊上去的話 它會把所有的儲存格變成文字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我們先 因為為了要提示啦 那它有一個屬性 叫做什麼 你打個n n之後的話 你找一下有個叫lumber format 6k 這個屬性呢 實際上就等同是你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OK 那你儲存格式裡面的話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個 後面的東西 小老鼠 這樣子的話呢 就表示我要把 這個儲存格格式成什麼 文字了 所以這一招很好用喔 以後喔 你要格式